各位同学好 在之前的单元呢 为同学介绍完了 十进数相关的数值表示法 以及它的运算模式 接下来要再为各位同学介绍 其他数值系统 要介绍的是BCD码 以及葛雷码 我们继续看下去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BCD码的部分 什么是BCD码呢 因为呢 在电脑与数位系统中 一般都是使用二进制的方式来呈现 但是我们人类呢 却是比较习惯十进数 那么就产生了 BCD码的这个数值系统 让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十进数的方式来展现数字 只是呢 它是利用二进制的一种表示模式 那么BCD码的英文叫做Binary Coded Decima 它主要的概念呢 是使用四个位元的二进数来表示 是十进数里头的零到九这十个数字 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零到九是十进数 那么呢 如果用四个位元来表示这个十进数呢 的BCD数呢 就会是这样子呈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会从零表示到九 那么我们再继续衍生下去来看到的BCD码的表示法 如果要表示到更多位数的话 那要如何呈现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刚才提到BCD码是利用四个位元来呈现零到九 可是实际上呢 四个位数的二进数 其实可以表示从零零零零到一一一一一 总共会有十六个数值在里面 可是实际数里头只会需要用到零到九这十个数字而已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四位数有六个二进数是完全不会用到BCD码系统里头的 所以呢 这六个二进数在BCD的系统里头是不具任何意义的 那假设呢 不小心出现 它代表的意思就很可能是编码产生错误 或是呢 在传送过程中出现了杂讯的干扰 让一变零零变一这样子误判的一个情况 举例来说呢 一个BCD码如果要来呈现一个实际位数的31 它会怎么呈现呢 很容易就是将各位数用四个位元的BCD码呈现它 然后实位数也用四位元的BCD码来呈现它 所以呈现出来呢 就会变成八个位元的一个BCD码的表示 那么从图片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它会是0011跟0001就是代表31的一个实际数了 再往下看如果要表示到百位数的129的这个实际数又可以怎么呈现 那就会需要有12个位元来呈现 那分别就是四个位元表示各位数 四个位元表示十位数 四个位元表示百位数 用相对应的数字去呈现它 所以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如图中所示 再来看到的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个BCD码 如下面的这个数值 我们会发现在十位数的地方出现了1011的这个表示 但是1011实际上并不是在BCD系统中具有意义的 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BCD码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错误的表示 那代表很可能在传输的过程中受到干扰 受到杂讯所以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读 那接下来呢利用一个完整的表格 让同学能够清楚的看到BCD码跟其他进制之间的关系 首先看到的是实际数的部分 我们用0表示到19的这些实际数的一个对应 让同学来对照一下 再来是二进数的部分 接着看到的是16进数 最后看到的就是BCD码的部分了 在BCD码的这里呢 可以看到就是低的四个位元表示的是个位数的结果 另外四个高位元的部分呢 表示的就是实位数的结果 同学呢可以跟实际数做一个比较 介绍完BCD码之后呢 再跟各位同学介绍另一种特殊的码 叫做葛雷码 葛雷码的英文叫Gray Code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呢 任何连续的两个数码只有改变一个位元值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哦 一般的二进数如果用来表示实际数的7 还有呢实际数的8 这是代表两个连续的数码 那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二进数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呢 当7变成8的话会发现 它的最低位元 次位元 高位元 最高位元 它会呈现一个全部变化的情况 也就是0变成1变成0的这个情况 它总共四个位元都被改变了 那么葛雷码呢 它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哦 所以它改变了一种编码的方式哦 可以看到这里的葛雷码呢 它的实际数的7 跟实际数的8 它的编码方式略有不同 观察一下这里可以发现 它在低的三个位元的情况下 这两个数都是一样的 只有在最高位元 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在任何连续两个数码 它只改变一个位元值的意思 那么同学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要刻意的用葛雷码来去做编码呢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葛雷码的特性 葛雷码就是任何连续的两个数 只要改变其中一个位元值 在某一个系统当中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呢 在我们机体电路 也就是IC晶片设计的这个领域里头 低功率的技术可能就会用到葛雷码这种优秀的特性 为什么呢 因为在电晶体去实现这些电路的过程中 它的输出如果由0变成1 或是1变成0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就会有极大的功率消耗哦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如果我们常常因为连续的数在做变化的时候 造成变动的位元数过大 很可能它的功率消耗就会比 一般来讲会比较高 那如果使用葛雷码这个特性去做编码的话 连续的两个数在做变化的过程当中 它的改变的位元数可以变少 那么就可以降低功率的消耗 这个对于现金、省、电、能源的概念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用一个表格的方式 让同学来做一个比对 先看到的是实境数的部分 我们从0表示到15 再来用二进数去呈现出来 最后看到的就是葛雷码的部分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检查 从实境数0的葛雷码开始往下看 看看它是不是都遵守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特性 可以看到呢 确实连续的两个数码间都只有一个位元做变化 从这里可以持续的看下去 会发现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从8到9也是 好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一个变化连续的两个数 一定只有一个位元是变化的 其他都是不改变的哦 那么这个呢 就是葛雷码的一个特殊的特性了 葛雷同学 在这个小单元呢 为同学又介绍了两种码的方式 也就是BCD码 以及葛雷码 那它们都各有特色 所以希望同学也能够好好的把它学下来